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G大叔 今天就來到盧州區的雪釀餅 這是這間店正面的樣子 是MFAN推薦的店家,那我們就來試試看 他是在一個公車站牌的旁邊 那交通蠻繁忙的,自己要小心一點 總共就有五種口味 也有滷味 老闆娘你好 你好 那聽說雪釀餅是很特別是嗎 對,因為我們雪釀餅跟蔥油餅看起來長得一樣 很多人以為是蔥油餅 其實他不是 他是用糯米經過發酵 然後變成酒釀 酒釀然後再下去揉麵 然後揉麵粉跟麵粉發酵 他是天然發酵 然後吃起來他 外層底皮膚酥酥的 然後裡面會綿綿的 綿綿的 然後嘴巴回味的時候會有一點酒量的甘甜味 是 就是 他跟蔥油餅的口感已經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那你吃過才知道 好 這是哪裡的啊 這是我媽媽做的 媽媽做的 對,我媽媽那時候因為 我自己吃過後 我從小他 他就會做給我們吃 那因為我吃過後我就說 欸 那 我好了之後 我把這個筆帶回去台灣 然後做出來 讓更多人吃了這個筆 他不是當地的美食特色小吃 不是 是我把他的手做 做成 來台灣做成商品 讓更多人吃到這個 沒有酵母 沒有防充劑的感覺 然後還有一個出中蛋 這一直是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喔是 然後我來台灣 我就 把那個餡料就把它改 因為我們家是沒有酒針塔 是 然後我就 把蔥 酒針塔 肉跟蔥 一起炒再加蛋 是 這樣人家吃的就是 你一個炸的一個炒的 這分開合作 如果說 費時費力 當然是這樣比較費時費力 可是這樣吃 是可以客製化 我今天不想吃什麼 不想吃什麼 我可以完全一二五的客製化 雖然我說複合對不對 CP值最高 口感最豐富 但是如果我今天不吃酒針塔呢 我不吃蔥呢 我不想吃菜呢 那我們就可以幫你客製化 喔喔喔喔 就可以 就可以分開處理 對對對 好 那我就想要給一個 那個 原味的 跟一個 綜合的 對對對 通常客人來 我都會給客人吃原味 是 因為原味的東西 你沒有醬料 沒有限量 是 它的打分度是最高的 是 因為它沒有任何東西 跟它補助 是 你又吃得到原汁原味 是 所以我每一次我的客人說 欸你有沒有吃過選項點 我沒吃過啊 沒吃過那先請你吃一個原味 你吃到它更 還可以吃得出 真正餅皮原始的味道 跟蔥油餅 有 跟其他餅皮有什麼不一樣 是 然後 如果客人他吃 我就會說 那你就要買招牌 因為招牌的CP值很高 口感又很舒服 太舒服 太舒服 好 那現在就照這個餅如何製作 好 好 您好像還有一個分店在三重是嗎 呃那個 那個 已經餅乾淨在做了 哦哦這樣這樣 所以沒有 因為那個 太累 沒辦法 OK OK 來喔來喔 我們是加油絕飯盒 你得要先吃一個原味的鮮套 哦好 對再吃這招吧 好 來喔來喔 我們是加油絕飯盒 來吃看喔 來喔來喔來喔 這算是大陸口味的這個餅嗎 它不算 我就跟我說 也不算 就是我媽的一個手作沒有 別人做不出來 好 對別人沒辦法 這個是他的一個 做給我們吃的東西的手作 哦 這樣子 等於是家裡吃的耶 對家裡吃的 沒錯 像我們那邊他會用干擾 干擾 你喜歡用干擾 油打 反正看得辦 想怎麼吃就怎麼吃 對 好 了解 來喔來喔 加油絕飯盒 來絕飯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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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它這樣瘋起來了嗎 好 你看到它的油鍋瘋起來了嗎 對 對 對它沒有這樣 是不是看起來很療癒 對 等一下這個餅完全不會油喔 對 它不會油喔 很多人說 啊你油炸鍋 怎麼炸的餅 這個很油 我說等一下我請你吃 如果很油 我馬上把錢盒盒 哈哈 對 就用 我說用說著沒有用 你自己吃下去你才知道 哦 哦 那接下來我要炒醋盒了 你現在是先吃原味還是 那我先吃個原味的看看 好的好的 謝謝 你跟太太一盆一盆好不好 好 好 跟你啊 我這邊是那個 來 你要整整個嗎 等一下 這個先拿給你太太吃 好 OK 等一下你吃我這個下鍋的 好 來 一定要吃油味 這個是我所有的客人都這樣的 一定要吃油味 謝謝 好 好 那這個吃吃看 你那個給你 這邊還有啊 還有啊 對 沒關係 不要這邊還有啊 這邊還有 不用啦 我這邊還有 還有還有 嗯 就是用酒釀的香氣 嗯 包括我的蘿蔔也是用酒釀 嗯 我所有的常點辣椒醬都用酒釀 酒釀在 就是以前那種 古老的時候 酒釀是一個非常好的東西 嗯 它不管是酒釀蛋啊 不要養生啊 還是我們 就是如果什麼有開到幹嘛的 我們家都會有酒釀飯 嗯 很清甜 然後酒釀做料理的問題 它酒釀做滷味 它也是除了去腥 才會讓肉汁更鮮嫩 哦 酒釀可以做滷味 我的滷味都是酒釀跟滷味 哦 是是是 我滷味一點醬油醬汁都沒有 所以我就說 一直要做 牛肉的人的智慧很厲害 嗯 它這個沒有什麼 因為以前也沒有什麼 一些有的東西 沒有的東西 他們都是天然的食材 有些其他的味道 真的好吃也也不油耶 真的也不油 嗯 大叔 漂亮嗎 漂亮 哦這個漂亮 這個漂亮 通常一般的餅酥會很硬 你知道嗎 通常的餅酥 一般會比較偏硬 哦 你也要走 車內 是怎麼會來的 哦 騎摸車 嗯 嗯 嗯 你哪裡來? 嗯,永和 我禮拜一才要去永和 啊,永和,哈哈 我禮拜一也是要約去永和 嗯 好,現在我們炒招牌了 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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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車子早就炒我的肉燥哦 嗯 我們是家炒的肉燥 現在中复合呢 也就是依大家喜歡吃的蔥 嗯 一勺下去 很多人問我說 老闆娘你現在做 你到底有沒有賺本錢 我說沒賺本錢 真的不知道多少錢 你知道這樣很好吃 嗯,我用蠻多蔥 再來加九層塔 高蛋的 讓它提香 好 一勺的蔥我絕對會 你說不會少 對 對 然後再弄肉 下去 然後再弄肉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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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我做第一顆蛋哦 第一顆蛋哦 一勺蛋哦 下去 然後再把這個粉蓋上去 你要加辣嗎 哦,小辣,謝謝 好 好 一般的人他有幾分熟的蛋 他都會跟他講 這個就有好處就是說 你炸好在這邊炒 他的油就 就不會像那個 一般的 有的人 做炸蛋餅的油 等到會炒 對 也不要說炸蛋餅 就是 如果你炸過 直接在鍋裡炸 這樣就會 含油進去 這樣比較不會含油 這樣 因為你分開炒 這東西還會幫你 OK 好 這個你吃 好,謝謝 好 那這個綜合的就吃吃看 剛剛那個料已經看到了 好 那現在就吃吃看 那因為在路邊吃 所以就 只能在路邊這樣子吃 好 等一下我都幫你切好 好 你就這樣就OK 好 酒釀餅很清香 還有什麼 大間 蘿蔔 蘿蔔 我剩一個蘿蔔好不好 好 我記得蘿蔔好好吃 好,微微的辣 然後吃起來這個 料很實在 蘿蔔 蘿蔔 送你一個 你後來 然後 煎麵喔 煎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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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料很實在 料很實在喔 然後聲音也蠻好的喔 像熱熱的吃很好吃 跟那個蔥油餅不一樣 它的餡料很像蔥抓餅的料 但是餅皮吃起來 餅皮吃起來很柔軟 很好吃 然後也很有酒釀的香氣 那我覺得分數是98分 很好吃喔 就是這個用餡環境稍微炒了一點 不然蠻棒的 餅皮很柔軟 很好吃喔很特別 讚喔 好那這邊就是 玄釀餅這邊的不一樣滷味 老闆娘剛剛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他們的滷味就是 有加酒釀去製作的 所以很特別 酒釀跟中藥 是 沒有降色 是 好那我就要 呃 這個是鳳爪 對不對 對對對 那個叫黑鑽鳳爪 黑鑽鳳爪 然後還要那個 一個雞針 好 這個是什麼 中間那個 豬腳 那不要好了 那那個 鴨絲跟雞絲這樣 鴨絲跟雞絲 好這邊有寫 滷味肉類是嚴選溫體現在 欸好像還有壓心 對 還有壓心 對嗎 那這個 滷味就是 加入這個 很特別的酒釀 都是您自己想出來的 對啊 都是你家裡的 家裡做的 對 家裡做的 對 這沒有這樣 我們那滷味都是以溫體的肉類去 不如冷凍 對 像你的鴨絲 這樣肉會比較乾點 然後肉質也會比較 對 軟嫩 生鴨絲呢 我幫客人會這樣 直接凹到有沒有 欸 用剪的 用剪的 剪的話 中間再剪一下 這樣客人吃起來比較好吃 但是你沒有 你沒有賣鴨蛇喔 那個鴨蛇好像是 有啊 有賣啊 也有喔 哈哈哈哈 我想像滷味當中 滷味之王就是鴨蛇耶 有 喔 您也有啊 今天都被人家釘封了 喔 難怪沒看到啊 像這樣咬就很好咬 欸 那老闆娘也很貼心啊 三隻啊 七腳鴨 齒鴨 就有鴨 就大概長幾樣 這樣子 還有 沙點蔥花 沙點蔥花 要辣嗎 小辣 謝謝 這個東西加點小辣比較好生 像這個辣椒醬啊 也是我們自己獨家做的 獨家做的 對 這個裡面這個辣椒醬叫做香花辣椒醬 喔 香坡辣椒 香坡辣椒 它要高溫燉香在這裡熬 它有四種辛香料 四種辛香料 還有四種辣椒 不同的辣椒 四種辣椒 還要再加青紅花椒 還要再加菌釀 喔 你讓它慢慢泌釀 喔 這樣子 吃下去就知道 喔 它有一點辣 有一點辣 那總之老闆娘都是這個 精心調配 然後與眾不同 對 還有那個雞翅肚的雞翅肚 那這個雞翅肚是蕩山黑椒 蕩山黑椒 我選過的 蕩山黑椒 籃椒 我連紅花椒都不出 我是因為我沒吃 就我不去選我要的食材 沒有缺乎 就寧願不要了,就不要做 我要給客人吃就好 了解 好,謝謝 好,朋友啊,那這個蘆味看起來蠻棒的 竟然就是少了一瓶啤酒而已 哈哈哈哈 好,現在嘗嘗看 先從這個蘿蔔開始 先吃原味再吃乾醬 先吃原味,好 好,加M手吃吃看這個蘿蔔 很清甜 然後還加了這個 你吃看就對了 不一樣吧 比較甘甜 加酒釀就有一個特殊的香味 好吃 與眾不同 然後斜醬子 厚厚的滷醬子 哦,它要保有這個蘿蔔的清甜 很好吃 嗯嗯 嗯,好吃 很好吃 這真的很棒 嗯,很特別 那味道不重 但是就是有這個香料的 清甜味 還有食物原本的香氣 原味 食客就是食客 哈哈哈哈 這個味蕾吃的很特別 很細膩耶 很細膩耶 淡淡的 淡淡的淡淡的 又會秤多出這個食材的香氣 好吃 我就是用原生物的 比較天然的食材 嗯 你首先你食材就要選到好吃 然後你做的餅包也會透過 你再加怎樣 然後你本來如果原味好吃 再加的醬料 人家說醬料是那個 餅乾味道的平衡 醬料也很重要 醬料一提就更棒 對,今天提就更棒 能夠秤多出它的原味 秤多 對,秤多出它的原味 嗯 很好吃 這個辣醬也很好吃 不過 因為用叉子這個骨頭 不太好弄起來 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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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 很棒 很紮實 吃雞真的很紮實 然後有這個酒釀的清甜味 然後還有點滷汁的香氣 還有這個辣椒微微的辣微微辣 那我整個吃完再跟各位報告 因為有骨頭這樣吃起來可能沒有那麼好看 我就先吃了 好,我已經全部吃完了 這個鳳爪的話 它就是充滿了膠質 然後加上辣椒跟那個 滷汁之後 它的滷汁是清爽清爽的 然後那個辣椒是 微微的辣 辣在嘴巴裡 但是不會辣到喉嚨 然後在嘴巴裡很開胃 像火燒一下 燒一下就沒有了 像煙火一樣燒一下就沒有了 然後你可以吃得出這個 雞腳的膠質 好,很過癮 膠質很豐富 再來我吃到這個鴨翅的話 它是這個膠質很豐富 然後這骨頭啊 都很香 然後有一些食材 能夠微微的吃出這酒釀的香氣 像鴨翅也可以 然後雞鎮的話也是可以吃得出來 都有帶這個酒釀微微的香氣 很特別 但是有一點就是 它跟一般的滷味不一樣 它不是重口味的 它是 算是輕口味的滷味 是滷味但是沒有那麼重 比較能夠吃出這個食材的原味 也比較適合小孩子吃 對身體的負擔也比較沒有那麼重 那這邊就寫的它這個特色 嚴選溫體的肉品 其實肉品都是溫體的 老薑翻炒天然上色 獨家特調中藥包 就味而不死鹹 就我剛剛講這個重點 不死鹹 然後冰鎮過後是更Q啦 越吃越刷水 好吃 肉質鮮甜Q嫩 然後這邊就寫出它的特色 就真的是這樣子 很特別 味道很特別 然後不是重口味 所以我覺得滷味的分數是100分 那但是可能要帶回去吃的話 還是比較舒適 那個蘿蔔也很好吃耶 蘿蔔是故意這樣子厚切的 厚切去滷 很美味 對 這個還有汁也爆出來了 這個袋裡面就有造出它的食材 所以老闆很誠實 中藥包然後這個薑 這個食材都看得到 所以也蠻令人放心的 然後又有真空包 又有真空包可以 買多少 買多少可以送到府上 其實兩千塊 兩千塊 兩千左右 兩千就免運 兩千免運 兩千免運 好 那老闆娘您辛苦了 好 那個人覺得這個 血量餅跟滷味都是一絕 確實厲害了 那希望老闆娘能夠 有機會能夠在台北市開市更好 那這個有點遠了 所以是老闆娘 心力服務 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一塊 拜拜 你一定會吃得很開心啊 你會看 有 走 走 谢谢大家